大家好,今天跟各位來聊聊B&W 在3月16號B&W的集會年會上面 B&N集團的開發委員 Frank Weber在介紹了全新的B&N IT相關細節 並且宣布純電動豪華四門的房車IT 預計在4月20號正式揭開它的如山真面目 而且為B&W的純電系列再添一名新的成員 而在集團聯會上面 也以短暫的剪影的方式露出了全新的B&N i7 是全世界的第一款豪華純電四門房車 根據原廠先前的說法表示 雖然B&N EQS開發了豪華車極具的電動車的先鋒 但在設計的定義上面 尾門採用連同後檔玻璃一起打開的先輩方式 便非傳統的四門房車設計 B&N變因此認為 自家的i7才是世界上第一部量產版的豪華四門純電房車 自從B&W iX開啟了純電大鼻孔直爐之後 B&W著名的雙盛型的水箱護罩 即便車款進入的純電動畫 仍然話題性十足 而且不僅如此 全新的編隊i7 的格柵框更是以水晶玻璃製成 裡頭還砍入了照明元件 就像現行的G06 X6 有著一對會發光的雙盛型的水箱護罩一樣 在夜晚中增添了顯眼的辨識度 除了車頭外 還與前座配置超大螢幕的EQX取向不同 全新的B&W i7 最大的看點是在於後座的配置 它有一具達到31吋 32比9的 8K的B&W導遊螢幕 螢幕顯示 讓後座 轉變成為一個行動的豪華電影院 而且不只如此 B&W i7的車室內部 也導遊最新的 iDrive8的曲面螢幕 以及全新開發的名為 Skylunch的全景玻璃車頂 不僅讓車室 變為更為寬敞之外 同時也讓車內的乘客 感受到舒適與現代化的享受 此外 B&W更新增了 Mindmode模式 當駕駛者是不同人時 只要啟動這項功能 車輛內的所有設定就會變成 該駕駛者喜歡的模式 諸如 駕駛模式 車內的氣氛 座椅的調整等 可說是這次B&W i7 真的是誠意滿滿 儘管這回的搶先露出 並沒有揭曉相關的動能的單元 但根據先前的外媒報導指出 全新的B&W i7 將有機會搭配 1200瓦的大容量離電池組 讓這部 純電豪華四門房車在滿電的情況下 最遠可跑700公里 而Frank Weber也在年度大會上表示 B&W i7 將成為歷代以來動力 最強的7 而最大的馬力將隔 到達740HP 希望你會喜歡隔今天的分享 記得按讚分享喔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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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